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突然间有人死亡 警方在案发之后表示 34岁的女死者Sylvia Consolo是在朋友探望她时被发现死亡 警方结后又表示 淹尸结果显示 死者在自喜死亡之前曾被暴力性侵犯 警方没有公布死者和疑犯的关系以及凶徒的动机 Enbridge煤气公司商谈多市电力局私有化可能性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的竞选主管之一 目前正帮助Enbridge煤气公司与多市市府商讨 部分或全额收购多伦多电力公司Toronto Hydro的股份 而多伦多电力最近聘请了两位顾问 也是庄德利2014大选时的主要助手 安省保守党前省议员 吉利斯是庄德利竞选市长时的政策咨询副主任 上个月27号 受评于Enbridge公司的吉利斯与市府经理华莱斯联络 主动提出部分获权而收购多伦多电力公司的建议 吉利斯之前向媒体承认 在他离开庄德利的团队时 他已经和市府游说 登记办公司有约定 在2017年2月之前 不能直接游说市长庄德利 所以只有他转去游说市议会 多市市府公关处表示 Enbridge公司的确主动提出一个收购邀约